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准备评年度影片 年度导演 年度男演员 年度女演员 编年度编剧什么这些奖项 这些奖项发现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泰炯和1942在多个奖项当中都是并驾齐驱 所以这种并列引起议论 陈凯歌发话了 陈凯歌说泰炯12亿的票房 说了一句票房不代表一切 然后你看冯小刚的微博里最近也说 说我们这个民族经常也需要像我这张脸一样 说需要照照镜子 虽然不好看 也比糊里糊涂臭美强 说你看人俄罗斯 人家也是受难很多的民族 人家的艺术主题是救赎 而我们喜洋洋民族风 说就连齐白石这样的大家画的都是虾米 然后陈凯歌表示票房高并不能改变一切 只能说明确实得到不少认同 那么有些网友就说了 说你陈凯歌是不是酸葡萄心里了 这是最近的事 看着我们 不是这个1942和泰炯有可比性吗 在评讲的问题上 他不得不可比了 但是他完全是两类片子 我还真的两个都看过 而且我是在这也说过的 我是觉得1942是我能想到的 过去20年的国产片里边最好的 如果不说最好的之一的话 我想不太起来 比如说鬼子来了可能也是90年代的 80年代咱们不说了 那是一个转变期 这是一个能站得住的 留得下去的 包括我都建议就像美国的有些 真的很好的经典 当时并不见得是票房最高 而且有剪辑 比如说现代启示录 拍乐战的 是吧 然后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 大家都知道它是经典以后 再把那个剪掉的部分的全片 就导演再放下来 科布拉把钱全部赔掉 对 那是赔钱 赔得一塌 教父赚的钱 全部砸在现在启示录里面 是 但是它是经典 它记录了一个 美国的一段 不太让人能够直面的历史 1942我觉得在国产片子 真的是这么一部 而且甚至 不要说跟太久 我也看了 我觉得也不错 是 就是这种价值观也对 然后也很娱乐 拍的什么各种桥段 挺好看的 但是和那个两路 有一句我觉得网友说的不对 这不对就是不对 就是说 陈凯歌不管是不是酸葡萄 是吧 他说这个票房不能够代表一切 很多人骂他 当然这个话在评奖上是没错的 因为如果你说票房代表一切 那阿凡达都是奥斯卡奖了 那这个泰坦尼克号就是奥斯卡奖了 不是 那就不需要评奖 只要票房统计 那就不要评奖了 对吧 只要票房统计 不过他代表了一种情绪 我上次节目里说过了 我说那个泰均 那个票房好 得感谢1942 因为那个片期是一起的 那个太苦了 大家受不了 所以就去看那个了 你明白没有 你说的很对 就观众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 很多人到这个年份 这个这个时候 喝碎的时候 一看他这样 这个脸 这几张脸 他们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时候 大家乐乐呵呵的 对不对 所以他得感谢他的票房 乐乐呵呵 然后你知道 接下来 现在正在拍的这个电影 好家伙 全是喜剧 清喜剧 你知道吗 就中国太久了 就全部想起 就说 就是每一部成功 我们都爱总结经验 老百姓太苦了 老百姓需要轻松 需要娱乐 好 那就喜剧就对了 每一部成功 都会带来一批失败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卧虎长龙 卧虎长龙 当年李安的这个成功 客观上带出了一大批的大片 就是英雄无极那一大片 那是卖中国武术 拍夕阳的声光画电 那个华丽大雁 最后没有一个集 那个卧虎长龙的 所以一部成功会引出一批失败 你说到李安 我还想打抱一下不平 这个好像网上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不是把1942和太迥比 而是把1942又和少年派比 又是李安的新片 又觉得你看人家拍的多好 从这个精神的层面 都要胜过1942 我觉得 当然我是个人看法 这两个我又都看了 我真的觉得1942比少年派好 就从证据上讲 你说那个少年派真的是奇幻 还是一个视觉盛宴 它是拍的很漂亮 但是你说从宗教的 从救赎的角度 我觉得太软了 其实到最后实际上的故事 你都知道是海上人吃人 就是这个沉船以后 可是他最后那个真相 那个残酷的真相 实际上那少年派 最后实际上他是 就是说那个老虎代表了一个恶 或者什么 还有当中他妈妈被杀死 然后互相他又杀死 杀他妈妈的人 然后最后 而且都是没饭吃吃了的 你要看他的那个调查的 原来的真相多次海难 他那个老虎的名字叫Richard Parker 海难上有很多 好多就是被吃掉的 其中就有叫Richard Parker 有好几个很奇怪的 所以这个原著的作家 就是觉得从这儿 觉得有一种 他要思索一下 就是说这个人的本性 到了一种极端的境界的时候 他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思索 至少尤其是到 又变成这么美轮美奂的 一个片子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层面 已经被水分化了很多 你最后看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么一个海景片 而且1942真是就是说真相 也是人相识 但是能不能是都好 李安排的也好 1942也好 太炯在他的方向上也好 为什么我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彩虎一个 这是什么 对 彩虎谁呢 彩虎谁彩虎了谁 既要多元调和 又要有价值判断 我是认为太炯跟1942 那应该是多元判断 那个历来就有 中国历来就有经济奖跟百花奖 经济奖是发专业的 百花奖是 美国也有奥斯卡 有什么people's choice 人民的选择什么 所以我觉得太炯跟1942 没有可比性 就是说这个两个应该分开 但是1942跟少年派有可比性 有可比性 这个呢我觉得 我同意有可比性 但我的观点跟他正好相反 我觉得少年派好 这个1942呢 是中国的优国优民 是我们国家民族意识 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长路子 也做得不错 那这个我觉得 作为一个政治批判的电影 我觉得他有他的局限 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冯小康 这个没必要说 不不不不 但是你 你既然是讲家国命运的片子 我作为观众 我当然要把他跟比方说 日瓦格医生去比 你明白 我会觉得遗憾 这遗憾不是导演的遗憾 这只是我们看的遗憾 但是少年派 他是在另外一个境界 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他是 他正好在 让儿童这么绚丽的 这么画面 跟哲学的命题 结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 他在玩概念 我觉得 对啊 所以啊 你 你不同意我 你不同意我 其实我就是你们俩那相家 这不就是 都好 都好 对啊 好 今天 我火星 你 我告知后见 我们表彰 因为他们卓越有成 影响世界 我们致敬 因为他们树立风采 堪称典范 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华人 要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 最有分量的 颁奖与表演嘉宾 要为盛典增添光彩 雪花世界以你而美丽 2012-2013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书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就是太太乐书之仙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全国启动 周大福珠宝 是2012-2013年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 大会指定奖杯供应商 我那是要讲点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有个最赔票房榜也在评讲 你知道投资最 这不是我说的 他们的媒体 就是说投资最高亏损最严重的是谁 当属金灵十三差 该片号称投资6亿 尽管票房高达5.9亿 但投资方分成只有2.4亿 亏损高达3.6亿 最终该片也令合作10年的张艺谋和张伟平分到扬镳 这都不是我说的 然后说打响贺岁当投炮的1942 是冯小刚的这个积淀 19年制作 但是票房仅收3.7亿 对比2.2亿的制作成本和3000万的宣发 2.5亿的总投资 按票房分账 片方只能收回1.5亿 亏损达一个亿 排在最赔榜的第二 然后更惨的是导致什么 华语股价暴跌市值蒸发数亿 这个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有因果关系了 他有这么一个票房论英雄也有一种评价标准 那还是套用陈凯克的那句话 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 当然 就这个片子虽然他 当然了金林十三才我们 我也我个人也有过非议 我们在节目里也讲过 但虽然那个严格林我们很好朋友 张一谋是大导演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这部片子其实可以 可以根据他这个材料 应该可以拍到更好 但1942也是不错 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是 悲惨世界的票房 在中国 悲惨世界在全世界都很好 在亚洲 在日本跟韩国票房非常好 相比之下在中国的票房不高 当然也不是非常坏 就不高 那么这件事情引起了讨论 我看的一些国际网站都有讨论 因为它是一个文学民族改变的 那么中国的网友跟上去呢 就很多人说 就是我们活的世界就很悲惨 为什么还要看悲惨世界 那下面一个网友贴的就很好 所以你不看女国的悲惨世界 你永远活在悲惨世界 我有点同意他的话 我就说像悲惨世界这样的文学名著 你要是就是因为他悲惨 而你不去看的话 那真的 因为我们再重新 你这句话马上就可以套到1942程去 我们再转一下 比如像辛德勒的名单 你可以也可以说我不知道 我没查过票房记录 那时候也不见得是一个票房破记录的片子吧 但是历代的人不只是邮待人 德国人全世界的人 他都会再看再看 这样那个纳粹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 对不对 是一样的 你这两个完全说 他程海哥说的一句话肯定是对的 票房当然不能说明 票房只能说明票房 你如果看这个好莱坞的排行榜上 你能找到多少 让我们历代都会再去看的 有一个概念叫做长销 是不是 就是说有些东西 书也一样 很多艺术的东西都是这样 它是一个每代人都要面对的 它会有一个传承的东西 它会留在那 而娱乐的这种大片 我们就是一笑了之 而且很多段子 它都是只在当下是有笑点 再过了20年 你说再看这个 你还能笑起来吗 它会不断有新的票房登高 可是那些东西 另外的这种经典片 它是没有那么强的时间性 对 你比如说既然提到陈凯歌 我就说陈凯歌 我一直觉得有个经典 就是霸王别姬 所以你看 我可以再给你讲点 观众爱听的 这是什么呢 这个陈凯歌 因为他这个事 又练接触很多事 这个挺有意思 你知道我认为 争夺今天的电影界 就是江湖 没有一种文艺批评的健康的气氛 比方说我也不怕讲 我认识冯小刚 老实说 冯小刚电影的坏话 我尽量避免说 因为我怕将来见到面不好意思 所以你知道吗 干我们这行的主持人 就跟狗仔队的杂志主编一样 其实认识的名人越少越好 你知道吗 他最好别人认识很尴尬 因为我不得不说 对不对 就像我们做评论 不要认识作假 对对对 所以幸好呢 我不认识陈凯歌 这个不是 他认识 天涯论坛上 天涯论坛上 最近出了一个东西 什么华东那边 有一个人出来爆料 还引起一点风波 说陈凯歌的这个霸王别姬 是他爸拍的 说是他爸指导他拍的 然后说他爸当年利用 也是艺术指导陈凯凯 就说手把手教他拍的 然后说帮他集纳了精英 各方面的大腕拍成这个片子 那么陈凯歌的工作室 也正式回复 说无稽之谈 这凯歌本人并没有回复 说是199几年2月26号 这个片子开拍 但是2月24号 他的老爷子发现患肺癌 所以云云云云 一直到两年后过世 所以他不可能就去干这个事情 可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 既然挑开了 这种传说 我在圈子里听说过很多次 那么这个听上去 好像对人家陈凯歌很不善意 我必须这样说 像我们做新闻训练的这个人 我觉得那没有事实根据 霸王别姬肯定就是人家的作品 而且我一向这么看 霸王别姬这个作品可以讨论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一个导演 一辈子有这么一个 我认为够了 我永远尊敬他 电影史上有名的 就这个 但我先说了这个 我就再说 艺术家当中 也有一个很可唏嘘的现象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说 你知道吗 因为 这就说了 起落大 是吧 我前不久在飞机上 看了一段搜索 当然飞机可能是观影条件不太好 或者是说我的水平也在逐年下降 对吧 但不能理解 可是我的确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无极 从这个肇事孤儿 一直到搜索 我觉得表现出来的功力和水准 我个人感觉 我水平地 我个人感觉 那不是霸王别姬的水准 为什么一个同一个导演 出现这样大的落差 后来我在文学史上看 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 突然间就会 你写小说 你写得非常好吧 但是也会出来一特臭的 但是你 我请你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你说的这后边这几部 它当中还有一部 是拍梅兰芳的 对 你看了吗 你认为也属于这样 我认为是半好半坏 对 我就要说 他就高出了那么一些 你不觉得吗 还是有点 而且有些作家 我记得 好像是不是听王蒙老师说的 说就是说 他亲耳听的曹宇说过 就是说他写雷宇的时候 那么年轻 一个经典出来 后来当然又有日出什么的 可是后来就是基本上 四十九年以后吧 他就写不出来了 怎么写就是苦逼 怎么他就是 就是后来他自己亲口 好像说我就真的是枯竭了 有这样的事情了 你不能说雷宇不是他写的 那真的就是他写的 没他霸直的 曹宇的情况又有点不同 曹宇当初雷宇是他的南开 他为了追那个笑话 所以他写了那个雷宇 他为追那个女生 让他主演 接下来日出 其实他最好的是北京人 那个原野 那几步都很好 曹宇的问题是 他过了那个年份以后 他三十岁以后 他就没好戏了 他一直解放以后 他就一直检查自己思想 他把雷宇日出改来改去 改成地下党 后来连周总理说 劝他别改 还是原来那个好 到杜婉乡 到文革的时候 那个正式 所以这种艺术家 是他在早期的时候 一个高峰 后来一辈子都不能 再达到这个高峰 而有另一种是相反 比如说你说冯小刚 我认为他就有点相反 他起步的时候 大家老觉得 你就拍个稿 其实一开始 一开始就是最好的 代表做的情况很多的 被鲁迅一开始 狂日记就是他最好的 约达夫一开始的沉沦 也是他最 差不多最有代表性的 有些是走很多弯路 摸索出一个代表作 像沈从文跟老舍 都是到了中期 有一个非常好 但后来 渐渐被老舍是一直友好 陈凯歌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 他还是有点错落 他真的是 我自己认为是两个杰作 一个是黄土地 一个是霸王别姬 我个人觉得 赵斯孤儿跟梅兰芳 是不是像梅兰芳 我觉得都还重归重剧 只是这个潮流变得很厉害 所以他还是比较重归重剧的 那个写实主义的拍法 但是他有两部戏 我真是觉得大出意外 一部就是边走边唱 改石铁生的一个小说 命若琴弦 那个就拍的不知所欲 另外一部就无极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讲了他好多次 我都在这个无极拍过以后 大家就无所不及了 起来起来 去广告去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分享一段心灵的旅程 真诚相遇 分享一本好书 一个感人的故事 让感动再现 每天三分钟 一起停下来 领悟人生的美丽 华智酒行心相随 星期一是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对买家居的前前后后 我都有要求 你懂吗 他们懂 一百三十三位 红星梅凯隆家居服务专家 让您全程书心无忧 懂家居 更等我 红星梅凯隆 引领家居二十七年 我觉得真是 我就特别心疼 不是 现在就是我尊重艺术家 艺术之难 这个之难 你知道我认为周星驰也算艺术家 你比如周星驰 我们多喜欢他 现在这个西游 这个降魔 票房也那么样的高 可是你知道周星驰 他这种房子 说是啊 江郎才进 江郎才进 想不出来 的确我们也会看到 是我就说这老招 还能让观众喜欢 但是毕竟你也会看到 他还是那些的 可是他那个票房惯性 这是也很高 他那个西游 他们说没什么新意 可是这次票房也跟太炯一样 对啊 对啊 这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就说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你仍然能够看到 艺术家的困境 其实艺术家 无往不在困境之中 他这 这怎么来新的 那每次要他原创 我们在这站着说话 不要同 你评论几句评点 看出人家毛病来 非常容易 对不对 那做那个事情的人 我就听他们说 说这个疯狂的石头 那时候不是 也是爆出一个黑马 创新高 然后说后来一批人想跟 包括这个宁浩本人可能 抓头发 抓脑袋 怎么能再出新 太难了 再出一个新的喜剧片 所以他们说 艺术跟爱情一样 你很难重复 你轰轰烈烈一次 但是艺术家又偏偏是 老是要更好 今天我们讨论电影 还有个意义 你知道 今年一个很转折性的 中国成为世界 第二大票房市场 超过日本 现在全世界300多亿美金 美国还是100多亿 中国今年是27亿美金 日本是24亿 就是也是第二位了 当然离美国还差很远 所以这个票房将来 而且中国这个趋势 又在不断的下 再过几年 中国真的又是 又是个非常大的 个票房市场 有一个不同是 刚才我们讲到 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毫无例外 他们都受到 这个票房的影响 你看看得出来 真是 他们不是在完全不考虑票房 包括冯小刚 包括陈凯哥 对不对 包括田庄庄 太当回事了 而且脑子里分分钟 又要看那个徐珍 又要看李安 你看在他们来策划 每一波片的时候 他不像就是有的国家 有一批导演 他不管这些 我只拍那些戏 我们国家的东西 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的票房市场 所以看他们什么评价 所以这次归根结底太久 跟1942这么评价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会不会中国有些个艺术家 或者说导演 他的这个胸怀 他的这个追求 属于霸道 不属于王道 他追求的是 好家伙 就是什么我都 我明白了 什么我都牛 王道就是高度 霸道就是份额 就是我这个份额要到 就是哪儿哪儿哪儿 票房老大 艺术老大 是吧 群众老大 领导老大 世界老大 对 他要当秦始皇 对 以前都是就秦始流明就够了 但实际上那时候呢 秦始流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 文明启示录 现在不行 又要秦始流明 还要打 好 好